亚航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将越南2023年经济增长预测从2023年9月报告中的5.8%下调至5.2% 不过与该地区许多国家相比越南的增长率相当不错 亚洲开发银行驻越南首席代表尚塔努查克拉伯蒂表示 越南宏观经济基础依然稳固 上半年货币政策及时放宽通胀率控制在4%以下的水平 他指出2023年助力经济务苏的主要因素来自旅游业公共支出等国内服务店的务苏 对于2024年经济展望 上塔努查克拉伯蒂表示 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加缓带 不过亚航仍维持越南6%的增长预测 对于越南如何实现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 上塔努查克拉伯蒂讲到 越南应更加积极主动地采取有利政策 支持企业拓展市场 同时充分利用所参与的各项自由贸易协定 大力推动改革创新 以优法营商环境 遏制官僚统治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降低企业成本 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从长远来看 越南应在绿色能源转型领域 促进公众投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以提高经济竞争力 同时夯制坚持 增强任性 推动可持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